那所有的房呆就是如果啟動的話 第一個它沒輸入 沒輸入資料的話按確定一定會卡住啦 有沒有 資料型態不會的 因為裡面沒資料嘛 這空的空的 空的不能轉 所以一定會發生錯誤 所以請停掉 第二個的話呢也許怎麼樣 輸入了可是不是數字 或者是成績不對 都應該要把它擋住 那怎麼擋喔 特別注意喔 這邊的話程式大概會有三個段落 那我先把那個 程式的位置喔 先跟各位講一下 也許你稍微往下找一下 大概房子第一個沒輸入 第二個 不是100 0到100之間 那程式的話往下找 總共1 2 3 這三段程式呢應該放哪裡 特別注意喔 就是當按一下按鈕的時候 你就要先去判斷 判斷完如果沒錯誤的話 程式才能往下走 也就這裡有點像 一個 一個閘門啦 這個閘門如果 對的才能往下 錯的話呢就不行喔 所以我把這三 三段 程式大概從這邊一直往下 到這裡 這些 我先demo給各位看一下 總共這 總共 123 然後把它貼到哪裡呢 貼到程式的最上面 在上面把它貼上 OK 也就是先讓程式先檢查一下有沒有資料 是不是數字 是不是0到100之間 好啊我 假設我加這個 跟沒加我們來試一下 比如說完全沒輸入 請輸入資料 有沒有擋住嘛 按確定 跳回來了 OK 那我們第一步 假設輸入 111好了 Enter 其實只要有一個地方沒輸入 比如說他最後一筆沒輸入 按新增 一樣 請輸入資料 所以你要確定 他全部都有輸入了 第二的話呢 才能按新增才會過 可以過 OK 第一個 一定要輸入資料 第二個的話呢 還有什麼呢 還可以防什麼 假設我今天輸入的 但是這個輸入剛剛有一個是 輸入中文 比如說他輸入可能 輸入中文或者輸入英文也可以 假設我說這邊輸入100 那明明這邊應該要輸入數字 結果他卻輸入一個中文 那你需要怎麼樣 把它擋住 新增 有沒有 跳出一個警告 請輸入一個數字 那最好是怎麼樣呢 就有同學說老師那可不可以最好是 除了警告之外呢 那比較貼心的做法是 把哪裡錯的 把這個資料清掉 游標最好也放上去 這樣更貼心 所以按確定 有沒有清空 要他重新輸入 輸入正確 新增可不可以過 可以過 好這樣沒問題 最後還有一個什麼呢 如果他輸入的是 假設說 應該100分 可是他輸入120分 這樣子 這個成績不對 他不是要0到100 那怎麼辦呢 一樣按新增 有沒有 跳出一個 請輸入0到100之間的數字 那因為他檢查到這個了 所以一樣把這個地方清空 請使用者重新輸入 按下新增 才會正確 OK 所以 這邊總共會有三個 防呆的機制 那分別我們來看一下 如何防止輸入的時候呢 他沒有做正確的輸入 我要把它檢查出來 那我們一個來看好了 基本上 我們 我先把這兩段 先清掉好了 我們一個來看 基本上呢 我們第一段 是檢查有沒有輸入資料 所以 那我這邊寫法是全部一次檢查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 怎麼檢查裡面有沒有輸入資料 如果 Testbox 1.test 如果裡面的資料等於 空白的 有沒有 意思就是說呢 裡面如果沒資料的話 那因為我想說 我一次剛才四個一起檢查好了 那四個怎麼一起檢查 或者 偶爾 來第二個邏輯 如果 Testbox2 裡面也是空的 或者是 第三個也是空的 或者第四個也是空的 意思就是說 這四個裡面 其中有一個是空的 那就怎麼樣 會跳到這裡面來 那顯示什麼呢 顯示一個 跳出一個小的訊息方塊 那怎麼樣跳出小訊息方塊 特別是要 在VBA裡面呢 它是用一個叫 msgboax 其實就是 這個什麼 message的縮寫 加一個box 後面的話呢 你就空一格 加上請輸入資料 然後特別是後面 再加一行 因為如果你這邊有錯了 你程式不能往下跑 所以記得怎麼樣 加一行敘述 叫 isit sub 這個isit sub 意思就是說呢 幫我 程式不要往下走囉 跳到哪裡呢 跳到那個 最後面那個sub 就是 and sub這個地方 就是 isit sub 程式就不會往下跑 OK 所以這邊有一個邏輯判斷 意思就是 這四個裡面呢 只要有一個 裡面是空的 那就會幫我擋住 所以你會幫你新增 它一定什麼 請輸入資料 isit sub 除非呢 四個都填了 否則的話 它是過不去的 所以第一個防呆 當然有同學會說 老師可是 我可不可以不要四個一起啊 在講這個之前 這邊還有一個逗點 逗點有沒有 剛剛各位有沒有特別注意 Matchbox 除了可以顯示訊息之外 後面你再加一個逗點 你還可以加什麼 加一個 前面會有一個icon 其實如果我加什麼 VB的criterium有沒有 這個criterium 其實它就是在前面幫我加上一個 警告的一個那個 一個小的icon 有什麼差別 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沒輸入按確定 有沒有發現 這邊都有個XX 這個就是VB Criterium 那至於 不過它這個有一個缺點 其實理論上應該是你按下 逗點 它應該要顯示圖示才對 可惜它這個沒有那個圖示 並且說你可能要自己試一下 我常用像這個XX 另外還有像什麼VB Information Information是一個驚嘆號 驚嘆號的話 類似像這樣 我們來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我們這邊有驚嘆號 好 警告它一下 這個比剛剛那個VB Criterium 可能比較沒有那麼強烈的感覺 因為這個地方是一個驚嘆號 至於其他還有很多 不過它比較可惜 就是它沒有比較人 就是提示應該是給圖示 所以這個部分 其他的部分 我想各位再試一下 就是說 裡面這個圖示 如果你想加一個感覺 比較更活潑一點的一個圖的話 你可以逗點一下 裡面有很多種 比如常用像我剛剛講的這個 警告的 OK 那這裡的話第一個 如何判斷有沒有輸入資料部分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